我访问啊,蓝健你今年几岁啊? 讲短动话吗? 五十六岁 五十六岁 你对了这个病症有多年了? 二十二年 二十二年哦? 那医生怎样判断你的病症? 起初是骨头痛 乞丐痛 穿伸痛 还有脸红红 然后? 然后就检查 检查好几次才检查出来 她说我中了那个SLE 红斑蓝肠 然后? 就是这样一直一直这样 时常进出医院就对了 她 就是因为这个产品啊救了她 听说医生说没有希望啊 不会医她了的 介绍她去那个SLE 就是红斑蓝肠的协会 就是跟他们就交流啊 去充电啊去打气啊 但是因为就是 这个Jenny介绍她吃这个产品 起初兰杰说她吃了 又吐又肿又痒 吃了好想吃啊 不会吃的饭 不会什么都不会做啊 一直想要吐啊 心口好像很大的 石头这样压住很辛苦 然后为什么你一直坚持下去要吃呢? 没有死了吗? 没有吃 早也吃完也吃 不吃出来吃哦 听说医生说她这个病很严重啊 她就是怕很快要离开啊 她说 她说网友谁 网友谁 他们来我家的时候 我都不要走啊 不要走啊 她说 她们这两位贵人啊 Jenny和那个阿君啊 去她的家的时候按铃啊 她说 你要等我半个小时啊 我才能够站得起来 去开门给你们哦 站起来要好久才能够走 两个脚好像柴 树干这样硬硬啊 已经麻痹了两个脚 然后 南杰也说哦 她吃了这个产品啊 整个瘦起来了 又年轻 因为我吃那个 内固醇吃了整个脸很胖 胖胖的船身水肿的 手脚也肿的 然后你吃了多久啊 整个改善 吃了好像起初开始吃半包而已 都要死了 痛到要死 一定要死了真的 后来吃了差不多有 两个多月这样 好像觉得那个脚趾一点会动啊 有感觉了 不然我踏在地上没有感觉的 要穿鞋子的 后来慢慢发现我的那十个小指会动 会有感觉了 我就觉得好像有点感应了 才有信心吃下去 各位朋友啊 这个红斑南杖啊 在医学来讲 好像是很难医的 就是我们的免疫力啊 自己在供自己 自己在供自己 对 我们这个产品能够救到阿兰街 但是很感激这两个贵人 吃了人又漂亮了 漂亮又年轻 所以说现在Kakian 你对他有什么样的信心啊 有什么要交代大家 要鼓励大家 要很有耐心吃 嗯 不要半途而背啦 因为这个半途而背是不行的 嗯 我也是曾经想要放弃嘛 可是 想到都是要死就吃他咯 没有命了的咯 我最担心是我不会走路这样 那很好咯 那他可以 一叫他就可以上来一样 一按门铃就止了 因为我这两边大腿也是骨骼疏中症了的 这个腰骨也是 现在很好啊 坐在马桶不会起来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 啊 啊 想可以啦 你说啦 嗯 就是我在找几个月前很严重嘛 马大医院就叫我去医院了 咽到完连cancer什么都咽 咽出来已经很好了 上个月 八七月六号的时候出来 他讲我的 那些一切都很正常啦 血液很漂亮 胆固醇也不高 那个糖分也不高 就是说啊 CAM能够帮到阿兰健 你看哈 好 紧张起来血液也不高 哈哈哈哈 好 那哈 我们谢谢阿兰健哈 谢谢阿兰健力啊 谢谢阿兰健力啊